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用的频率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你在你工作以后 你就必须会肯定会用到的 像这些命令我看他们加网那边也在也在讲 因为加网他们什么呢 加网是找服务器吧 对吧 那找服务器呢 他们也是需要在link操作系统下面呢 去搭建这个服务器 所以说他们也会讲一些link基础命令 那么咱们讲的就是限期这样讲的一个命令呢 基本上跟他们讲那个差不太多 主要是讲咱们肯定会用到的 就是说我讲了这些命令呢 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它掌握了 把之前啊 如果你之前忘了 现在把它拾起来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那第二天呢 只要讲一下VI编辑器 VI呢其实它就相当于咱们windows下面的基石本 就说你如果你想作为一个合格的link程序员 那么这个VI呢必须要玩的特别溜 就说你要做一个文件的天然查改了 这是必须得使用这个VI啊能够熟练的操作 不要说你说我以后写程序我用这个编辑器 用这个IDE是吧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去给一个客户条程序 那么这个客户他这个电脑上没有装IDE 或者说没有装这个文件编辑器 那你还能说我先装一个吗 你这做丢人呢 对吧 你或者说在咱们电脑上改一些配置文件的话 其实用这个VI去改啊还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VI 那么GCC呢咱们应该也介绍过啊 就是说我们讲GCC的时候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GCC常用的一些参数 每个参数啊都有什么作用 那么代表呢就是GDB调试啊 因为咱们在link下面如果你不再不使用IDE的情况下 你只能使用GDB进行调试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我就是配了一个IDE那就那可以啊 所以他比这个GDB要好用啊但是说假设说你没有IDE那就只能选GDB 所以说这个GDB里边涉及到的还是一系列的命名 还是命名啊啊 那这个后面makefile makefile呢它主要是一个项目的管理这样的一个工具啊 其实这个工具相当于里边我们提供一个makefile文件 然后里边写一些脚本 写一些脚本之类的东西啊 它里边也涉及到一些格式 涉及到一些这个语法啊 这是关于makefile 但是那个makefile呢不需要大家呢掌握的特别深 因为你的工作以后啊必须要你去写makefile 你的你找到什么程度呢 只需要能看懂就可以了 能看懂别人写的makefile 因为makefile谁写呢比如说咱们的 项目的家伙师或者说你的项目经理啊 对于咱们刚入职的这些菜鸟啊 肯定不会让你写啊 就是你去了之后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肯定 比如说Linux的肯定是在一个makefile 如果说你用的是比如说我在Windows下去开发啊 那这个就不就不需要了啊 或者你用那个继承的开发环境 像咱们的Qt Creator或者是VS 它都会自动的ID帮咱们生成一个makefile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这是一个 那还有呢就是说第二天咱们要讲的比较重要的内容 就是动态库和静态库的一个使用 静态库动态库就是相当于咱们Windows下面的DLL 在另一边呢叫做SO 那么在Windows下面它有一个静态库啊 就是LID这种lab库 在这个另一边叫.a 就是以.a和.so为后缀的分别 就是我们另一边的静态库和动态库 就是咱们第二天要讲的内容啊 也就是说这部的内容啊 动态库静态库制作和使用 就是咱们第二天的一个要点 其实并不难 好那看一下第三天啊 就是文件.iO函数 文件.iO这个文件.iO是什么呢 就不是咱们前边在讲基础班时候 学的标准C库的iO 标准C库iO是什么呢 fopen fclose 对吧 那是标准C的函数 那么咱们在这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Linux的系统函数 系统函数就是open close不带f了 比如说它直接能够什么呢 操作咱们的Linux操作系统 就是你这个标准C库函数和这个Linux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说这个标准C库函数在Linux下面 它肯定会调用Linux的这种系统函数 就是fopen会调用open open在做咱们的系统调用 就是它们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fopen它封装的是open 这是相当于在Linux下面说的 如果在windows下面 它封装的就是windows的API 第三点就是文件.iO 另外呢 还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概念 比如说什么精神控制画 什么阻塞了 非阻塞 还有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像这些啊 其实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那第四天啊 第四天呢 其实内容比较杂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函数 这些函数啊 其实你没有必要都记住啊 就是说咱们在用到的时候 你有印象啊 或者说 要时间有功能的时候 你能想到有这样一个函数就行了 这就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是说这前四天 其实主要讲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好 那么咱们再看第五天啊 那第五天就是进程相关的啊 进程相关的 咱们之前就没有接触过了啊 比如说什么foc了 esec了 还有这个为进程回收 wait waitpid 就是主要就是第五天主要内容 第六天呢 就是进程间通信啊 可以给大家介绍的几种方式 比如说管道啊 管道或者说内存应社区啊 那么还有第七天啊 啊 第七天主要介绍的是信号啊 就Linux下面的信号 这个信号呢 是Linux所独有的 Linux所独有的啊 而且这个信号 跟咱们学Qt的信号啊 它不是一回事啊 不是一回事啊 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啊 这是第七天主要讲信号 信号捕捉啊 然后还有一个守护进程 啊 那么这个第八天啊 第八天主要讲什么呢 现程啊 只要是讲现程怎么用 还有呢 现程回收 现程同步 现程同步啊 是第九天 是第九天内容 哎 这个文件啊 看看啊 还有 看这个啊 这个应该是全的 好那第九天啊 看下第十到十四天 这我就没有详细的写了啊 十到十四天 只要讲 介绍网络变成相关的一些知识 网络变成相关的 比如说 套接字 对吧 套接字 socket的 其实主要就是socket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部分呢 除了socket 还有一部分就是 这个Io多路转接 Io多路转接呢 其实就用到了一些 函数啊 主要是一些技术 slack的或者是po 或者epo 好 相信大家有同学啊 你听说过 没听说过也没有关系啊 就是 关于这个 这块呢 咱们只要掌握这几部分内容就行了 到时候咱们再想继的说 好 那么第十五天 就拿出一天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LAB Invent 开源库 这是一天的时间 里边其实是设计到一些大量的函数啊 这些函数的基本啊 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回调来实现的 回调函数啊 就回调函数有理解吗 有 前面讲POT 不是刚刚 POT里边是不是也有回调啊 有没有 有没有 在哪儿了 没有 没有啊 等于你的淘函数 淘函数是回调函数吗 淘函数啊 它就是一个回调函数 或者说你们在讲咱们现在讲QT的时候 它里边有一个 事件处理函数吧 就是说mouse press even mouse release even 像这些呢 它都是回调 都是回调啊 好 那这是 那么还有第十六到十九天 那么这几天的时间呢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阶段性的一个 系统编程相关的一个小项目啊 这个就跟网络有关了啊 涉及到一些HTTP协议了 HTTP协议了 这些东西 好 那还有呢 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JSON JSON的格式 还有XMILO的格式 还有呢 这个GIT 那么GIT呢 主要是一个版本管理工具 版本管理工具 其实关于除了GIT 还有咱们用的比较多的 你工作以后用的SVN 这个也会用 好 那咱们呢 就不全部介绍了 单独的拿出这个GIT呢 给你说一下就行了 SVN其实使用方法跟它差不太多 好 那么这是咱们整体啊 一个课程的安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